如果看到美術館内有狗狗跑来跑去 你大概会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吧 但就像机场会有弃毒犬一样 波士顿美術館最近雇用了一只狗狗 来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谈究竟 一直以来 狗狗被训练成 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味 协助执行茶气毒品 搜寻生还者 甚至是发现癌症的任务 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波士顿美術館近日新增一名最特别的员工 狗狗来历 打算利用狗狗天生敏锐的嗅觉 来找出会损害艺术品的飞蛾或其他害虫 借此保护珍贵的艺术品 美術館里展示许多纺织品 绘画等作品 而这些艺术品最怕遭到蛀虫的破坏 虽然馆内有许多控制害虫的方法 但是美術館一年有超过100万的参观人次 难免会跟着游客进到馆内 因此借由来历的协助 能更精确找到害虫所在的地方 来历目前三个月大 属于威马猎犬 这个品种除了有灵敏的嗅觉 同时又具备顺从激紧的性格 很适合担任这项工作 现在来历正在接受嗅觉训练 预计在明年完成 届时将担任保护艺术品的重责大任 居里呢 旅两套 居里呢 居里呢 居里猎 居此不开玩 居 居和 viol Thomas